一个Intent的接收到 并且取得什么 这个Gate Extract 就用Gate Extract 再把里面接收到的三个资料 丢到Bundle 丢到Bundle里面去 再把Bundle里面三个资料 再把它抓出来 那这个部分程式已经写好了 你们到时候考试的话 不需要去断写 那你只是大概要知道说呢 他已经帮我们写了这些东西 那我要做后续的处理 那做哪些处理呢 因为我画面上面会需要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BMI的Resource 有没有 那我必须用什么呢 List List就是List 我们现在的这个Class 里面有个方法叫做Get BMI 然后呢我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身高 一个是体重 帮我计算出来 那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撰写的 里面第二个是BMI Advice 也是List.Get Advice 然后要性别 身高体重 计算出来之后的话呢 就是会有个评语出来 OK 然后呢最后把它秀在 这两个上面 你会发现这地方 就是 TVBMI.Set Test 就把结果给放进来 那就丢过来就是这一个 那这一个的话呢 Set Test就是这个 那这个上面部分是已经写好 我们要写的主要考试要考的 就是考你会不会写这两个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就在下方 就是这一个 Get BMI Get Advice 那程式码稍微长一点点 我把最后的结果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程式的话呢 我一先写好的结果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Get BMI其实也非常简单 Get BMI里面呢 我需要几个资料 第一个的话呢 传过来的身高体重 那BMI有一个公式嘛 各位应该 这个应该都有 写过类似的BMI程式 那BMI的Value 我就宣告一个Double 一个Double 然后它的这个变数名称叫BMI Value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一个 应该是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平方的话 我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身高再乘以身高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得到一个BMI的结果 那BMI结果取得之后的话 那题目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 必须要把它 这一个 这个取得到 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小数点第二位要怎么取得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题目里面这边有规定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小数点第二位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它这个结果里面 就是需要取得到小数点第二位 而且这好像相关说明里面也有 公式在这边 所以有些细节部分 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里面的相关说明 那我要怎么取得到小数点第二位 上面有一个format的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已经给我们 这外面的方法名称 可是我要怎么样取得到小数点第二位 特别注意 我这个地方 第一个return return什么呢 我return回去的话呢 必须要是 前面有个什么 BMI结果的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呢 已经存在在哪里 在这一个我的values里面 把这张values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alues在这个values stream 看一下是不是在 这个细节视频 这个其实就是 大概有あーj 谢谢大家